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到现在我都没看她 齐女士看起来非常厌烦丈夫 可是段先生却笑着直言 这一切都是妻子自己的错 她的委屈好像她自己想出来的 想象出来的那种 她应该是属于那种老虎吧 母老虎 她们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这般的相互埋怨和不理解 我在家带小孩连个生活费都没有 一千块钱还要在那计较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走的 是的 这一走就是四个月 二胎女儿的到来 似乎成为了她们情感破裂的导火索 她们不停地斗气 不断用离婚来威胁对方 她对我动手了 她就手按着我的头 一下撞到墙上去了 我搬到刺卧 她就跑到刺卧 就在那一直骂 她一定要离婚 婚姻生活问题重重 甚至她们女儿的状态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女儿现在是属于那个 反主失调 外界交流不多 老是让她干什么她也不干 今天她们为了女儿 想重建一个和谐完整的家 还有这种可能吗 你不像一个成熟的女性 你更像一个成年的小女孩 与其把一个拒绝成长的 和你视为仇人的女人 拉回来去行使一个 做保姆的责任 倒还不如放彼此自由 到底是勤女是极端幼稚 还是段先生不顾妻子的感受 为什么她们的婚姻 会走成今天这个样子 孩子又是否真的能成为 修补她们情感的一技良方 欢迎收看金牌条节 谁是婚姻的解药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节 大家好 我是暖一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 李津平 李老师 欢迎 欢迎观察团的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秦女士 还有一位是段先生 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 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希望各自都认识到自己的错吧 能搞掉错误 为小孩营造一个完整的家 两位现在的关系是 不和谐 没办法沟通吧 你觉得没沟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在你还是在他 他占的部分多吧 我的诉求也是 小孩子妈妈一些问题要改掉 自私不负责任 对父母不尊重 这一些一系列问题都要改掉 一声不吭就直接走掉 然后小孩子不管不顾 好几次了 然后现在就是给小孩造成了心理方面要 父母一起给他纠正过来吧 你希望这个家庭以后是什么样的 希望就是说一切问题没有啊 一坐上调解席 夫妻俩就忍不住互相指责 特别是段先生开启了连续吐槽模式 仿佛这个家就是被秦女士败成这样 真的是妻子一个人的错吗 秦女士和段先生夫妇从结婚以来感情尚渴 可自打2015年生了二胎女儿后 婆婆来照顾月子 从此家里的氛围就变了味 生我女儿我们是在杭州生的 然后我婆婆去照顾我了 在生小孩之前我婆婆已经病了 她在我们那儿说是照顾我 但是起不到照顾的作用 确实那会儿是我老公是 我们是第一年自己开个店 创业 就租了一间房子 就住在那里根本干什么都很不方便 一家四口人 对 我吃饭包括我婆婆吃饭 她吃的我也吃不来 我吃的她也吃不来 就是那一天我出院时 好像天气也有点凉了 然后我女儿可能就是有一 就稍微有点着凉嘛 像拉肚子的感觉 然后我婆婆给我老公说 我看着很奇怪的 她说话的口气 她说我女儿拉肚子了 我老公她就很生气 她要去骂我了 你觉得是婆婆的问题 我也不是说婆婆不应该说 我觉得应该我自己来说 老公听到了以后 具体是怎么回应你的 我一看到她的表情 她就是很生气的 她要去骂我了 我就说让她妈回老家去 她那一句话我都没让她说 我说让你妈回去了 因为我工作上 当时刚创业比较忙 我也照顾不到 所以说让我妈妈来照顾一下她 妈妈跟你说了一些家里的琐事 你会跟她语气不太好吗 应该也不会 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也不可能去上去 我就跟她发火 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当时她就是很火的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那么直接 对着她妈妈说让她走 我当时肯定不会去骂她 你觉得最终导致妈妈回家的原因是什么 待了几天就是感觉很不舒服那种 平常就说话就不太好的 而且她经常在老家 就是当父母的面去大骂 骂骂咧咧的那种 家里边人都感觉 有点怕她那个感觉 平常就是爱埋怨嘛 就是说家里边人都不好 都怎么样的 而且父母那边也会听到 就是说她坐在哪里不到位 我也知道她经常会骂骂咧咧的 因为跟我也是这样 我皮确实不怎么好 有她说的情况吗 对婆婆言语上有些不尊重 有时候会有吧 但是也是她在先 婆婆在先 发生了矛盾以后会跟老公交流吗 刚开始会交流 那晚小孩已经没交流了 我感觉她妈妈说什么话 就跟皇太后一样 她说一句 她马上就执行 那婆婆走了以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吗 她天天都在找事 小孩子 你只要是让我妈妈走了 小孩子你自己待 来照顾你的 你不让照顾 那你就坚强一点 自己照顾自己 后边嘛 肯定态度上会有一些不好 从那以后 你再就没和谐过 秦女士坦言 自己盛怒之下 对婆婆下了逐客令 段先生心里便有了一个坎儿 夫妻感情直降兵点 既要工作又要带娃 这对一个职场母亲来说 太不容易了 秦女士不顾段先生的反对 果断辞了职 但是全职嘱咐的日子 也并不如意 在经济上 他体会了难以忍受的煎熬 辞职以后 他很不高兴 钱控制得很紧 给他洗衣服 口袋里装一千块钱 他还要给我药 让存起来 你想一下杭州那边的消费 是吧 我只是提一下 存起来 这个平常是不用现金的 工作上 就收了一个一千块钱的现金 我是装到那个工作服口袋里边 然后过了几天我想起来 我想是不是那种丢了 我问了他一下 他说是在衣服兜里边 我说 这个钱如果用不到 是不是存起来 如果用得到那就用 是吧 我是这个意思 他就听到这句话 就要吵架 洗衣服做饭 也都不做 后来过了两天 一大早我去上班 他拦住我 不让我走 然后他走 让我带女儿 反正我也没有错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你要走 是吧 那你就走嘛 我在家带小孩 连个生活费都没有 一千块钱还要在那计较 我自己基本上也没有说 像人家大手大甲的 买化妆品 买吃的 买那种奢侈品 我的消费很低的 他还在那里扣钱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走的 是的 然后过了几天还没回来 这一走就是四个月 然后我就找学校 就是一个早托班那种 过了几天 就是发生了这个老师 把女儿打了 因为晚上我要给女儿洗澡 看身上有伤 我就报警了嘛 然后找着老师嘛 身上有那个鞋印子 女儿当时什么都没有说吗 没有说 是蛮正常的 该玩玩该干嘛干嘛 只是说我每次去接的时候 她会哭 这个事情有没有立即 跟你老婆说 我打她电话 她是拉黑的 然后我让我回 给她说个话 说小孩子在学校 发生了个事情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 让别人感觉就是说 在骗她一样 她不管 我感觉她 从她妈妈走过以后 她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 你觉得都在骗你 上班的时候 我也听别人说过 那学校要求的都挺严的 我没想到会有那样的学校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 她家里人谁 发到那个群里边 我看到我女儿脸上好像有 伤痕 有点 我就去问那个隔壁的老板娘 她说确实是被打了 然后我就找她了 回来以后我感觉 我都第三下四的 我都去再求她 为什么要求她呢 她一定要离婚 我是说我跟她 从一无所有 从苏州跑到杭州 从杭州又跑到温州 跑了好多地方 好不容易 又有两个小孩了 我是说还是继续过 她是一定要离婚 这个事情我不怪她 因为也不是她 直接造成的 但是是间接性地造成的 她如果不走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脑 对小孩伤害太大 当时意思是想和好嘛 我还是表示接受 你回来 因为经济问题 秦女士负气出走 这一走就是四个月 直到确认女儿受伤的事情属实后 秦女士才赶忙辞去了外面的工作 回到家中 可面对妻子的回归 丈夫却不肯原谅 坚决要离婚 在秦女士的诚恳求和下 段先生最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然而他们夫妻 似乎像是搭伙过日子 感情上却没有真正和好 一起生活后 他们也没有第一时间 去安慰女儿 关注女儿 反而继续为了经济上的纠纷 不断争吵 矛盾持续升级 我已经转了四千块钱 我已经转四千块钱 是让我回老家带两个小孩 我给他要钱 他不给我 他这样拉着我的胳膊 甩来甩去让我滚 如果说我把这个钱 看得那么重 我卡的密码 你怎么知道的 我卡在那放着 我随便你拿 其实放哪儿 我都不知道 我还是要翻翻翻翻 像车的钥匙 只要是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 它藏得很严呢 很难想象 这是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妻 居然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吵了闹了 秦女士想到两个孩子 还是要好好过 他和段先生商量 决定在杭州买房 并打算把大儿子 从爷爷奶奶那里接到身边 两个孩子都由他们自己来带 他想生活安定下来了 感情或许就能更稳定 一年后 他们好不容易凑齐了首富买房 本以为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 为了一点小事 他们又彻底闹翻了 于19年年底我回家了 当时他是这样给我承诺的吧 他把家照顾好 让我放心在外面挣钱 我就想后边的生活有希望了 咱们就凑一凑 把这个房子买了 小孩子在这边上学 你不是跟我父母关系不好吗 我们这边买个房子 是吧 这个问题就是说解决了嘛 买了房子之后 7月1号是必须 就是截止报名了嘛 我们是6月20几 这个房产证才拿到 然后当时就是说 上学的事情也托人 后来的结果是 我儿子录取 我女儿没有名额 当时我儿想 儿子已经确定录取了 那我就回家把他带过来上学 然后再解决女儿这个事情嘛 然后我回家了之后 我儿子不过来 因为他已经10岁了嘛 跟我们感觉 在一块时间太短了 而且他妈在老家的时候啊 有点伤害过他 女儿这个事情就是说 上学没有录取嘛 这个学校上不成啊 咱们去找一个 名颁的学校先上嘛 等下个学期 如果这边有名额了 咱们再上 当时我还在上班 这个事情我说让他去跑 我也跟他指得很明确 我也搜了地图上 是哪边有幼儿园 这几家这几家 你去看一下 去问一下 然后就是说他就纠结这一点 儿子必须得来 在老家我整整一天去做我儿子工作 他不同意的 硬拉着塞到车上 他都不要过来 我说现在当下的是女儿 这个事情 儿子在老家可以上学的 我儿子不来的话 他多少的原因 有他爷爷奶奶 他们养了这么多年了 他也少 有点少不到可能 女儿没有学上 就是跑学校的事情 当时就是由我女儿一来 基本上我都是 在家里带小孩的 我在杭州 我也不熟悉 然后我是希望他来找的 他一定要让我来找 我就很火 我就说我不管 而且他饭也不给我做 衣服也不给我洗 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日子还怎么过 他这样的态度 你是怎么做的 当时也闹分居的 我住主 他自己就直接搬到次我住 他是说 女儿他不管 要离婚 他又要离婚 我离嘛 刚开始是手写的协议 他那个手写的协议 我一看我就感觉 有咨询过律师 或者网上搜过 写的那个很专业的 我感觉 他让我签 你呢 我不签 他对我动手了 他就手按着我的头 一下撞到墙上去了 我就很火 去厨房拿着刀 我就拍了一下 拍到姐妈 我搬到次卧 他就跑到次卧 就在那一直骂 我说你出去 我要睡觉 我实际拉 把他拉到这个门口 他就跑到厨房 拿刀 然后在我胸口 划了两刀 他不是说拍了你的肩吗 刀疤在的 那是他按照我的头 往墙上撞了 我才去厨房拿的刀 后来报警的时候 他说我拿刀捅他的 好像就拿水果刀那种肩的 捅他的 其实没有的 他具体是怎么伤的 我不清楚 对 就是当时派出所报警了 然后我没有追由他的责任 他让派出所开证明 去回老家去起诉我了 我觉得他每次都是小题大做 这是砍过我之后 又把小孩子放在这里 人走掉 我才起得诉 秦女士不仅不在意丈夫的伤势 甚至再次抛下孩子独自离开 这个行为似乎让我们感受不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感 段先生没有办法 只有把女儿也送回老家 让爷爷奶奶照看 这一次 段先生铁了心的要离婚 可就在法院发给秦女士传票后不久 段先生从女儿老师那里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他又后悔起诉离婚了 后来就是我把他所有的联系都删了 他加我微信QQ我都没同意 后来他让他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他后悔了 他以前是什么事业心太重了 没照顾家里 他这样说的 他朋友这样跟我说的 我也没理他 又过来一段时间 他又给我姐打电话 他的意思好像是 又要过 又觉得好像是 我的错太多 让我来改 他打电话给你 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想要两个人重新在一起 我觉得是为了女儿吧 为什么呢 女儿怎么了 不想看到女儿这个状态吗 女儿什么样的状态 女儿现在是属于感动失调 这个比较严重 我这次找她的联系方式 也是想跟她说一下 因为我自己 我是我也解决不了 也是说为了这个 她也有一份责任 我是问她 她的态度是管还是不管 或者就是她可能一句话 这个事情我不管了 以后女儿你就不要再见了 我一直都是 其实一直有女儿以来 一直基本上都是我在管 你管什么了 小孩是不是我带的 因为现在是房贷 把我困在这里 我照顾不了女儿 如果说真正 没有这个房子的话 我可以回到老家 我去把我女儿 家里边这个生活 是我来维持的嘛 那我带小孩 我连点收入都没有 我怎么生活 说的情况就是说 她认知啊 是在三岁半这个样子 主要表现是什么呀 老师让她写字啊什么的 不写 老师让她跳舞 别的小朋友都跳舞 她不跳 喊她 她也好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说话什么的 比如说我跟她 不同都还正常的 说话什么都正常的 外界交流不多 老师让她干什么 她也不干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有这个苗头的 这是学校组织体检 才发现的 因为之前我知道 在老家这个幼儿园 老师发的视频 就是说 其他同学都在跳舞 就她站在那里 左看看右看看 不跳 你给她打电话的目的是 想让她回来 还是怎么的 回来照顾小孩 照顾这个我女儿 那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你是怎么考虑的 关系我也列了那几条 就是为了女儿 然后把她的自私 不负责任 对老人不尊重 这些毛病改掉 是可以接受她的 她两个人的关系 先抛开 先把女儿的 这个状态调整好 她说 两个大人的事情 先放一放 因为我觉得 女儿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是受 我们两个的影响 我觉得先得 把我们两个的关系 理清楚了 其女士和段先生夫妇 心里都清楚 女儿现在的状态 跟她们的相处模式 脱不了干系 但是先解决女儿的问题 还是先解决 夫妻之间感情的问题 她们出现了巨大分歧 达不成统一 夫妻俩就可能 还得继续闹下去 如今之际 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发现 秦女士在你的叙述里 你所谓的亲密关系 只有跟老公的 连跟孩子的 其实都算不上 当你跟老公 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一走了之 既不是去娘家 也不是找朋友 去诉苦 吐槽 而是直接去工作 整个现场里 我没有听到一句 你关于其他关系的描述 比方说 你跟你家人的关系 您在现场还说了一句 我在这边这么多年 一个朋友也没有 我的感受是 极度孤独 亲密关系 非常的匮乏 那么一个 在亲密关系上 极度缺乏的人 会呈现出什么 一方面 他会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 放入到自己的婚姻里 而一方面 面对这种强烈的渴望的时候 手足无措 越用力越糟糕 今天在现场 很多人会觉得 很奇怪的是 你的关注点 似乎始终 不是在孩子身上 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赌气 把孩子抛下 当女儿受了这个委屈 你回来的时候 其实你从来没有 认认真正地去询问过 女儿在这段 受过委屈的历史过程中 她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你的关注点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 我所看到的 就是落在 你和段先生的亲密关系上 你对这段亲密关系 充满了渴望和期待 可是所有的一切 反而没有朝你 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为什么 太用力了 在某些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你的极端处理问题的 一些方式 两个极端 要么然逃 要么然正面刚 你不像一个成熟的女性 你更像一个成年的小女孩 再回到你跟婆婆之间的矛盾 我也是女人 能够理解 那就是争宠 在亲密关系里 到底是你妈更重要 还是我更重要 这依旧凸显的是 你对亲密关系的极度匮乏和不自信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怎样的童年 和怎样的原生家庭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 那就是 秦女士 你和你老公 或者哪怕你们分开了 作为母亲 你也是你两个孩子的原生家庭 你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心 会成为他们未来人生的底色 希望你三四 儿子已经十岁了 叫他过来读书 他都不乐意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 我很忙啊 我每天要辛苦着赚钱呢 我得考虑怎么生存呢 所以我的孩子只有丢给父母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父母跟孩子的纽带 如果在这一刻断裂了的话 以后要修补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即便他现在没有问题 他的问题会在他以后 进入他的婚姻和家庭之后 被凸显出来 你们两个怎么相处 一言一行 都影响着孩子 一个女人 首先把你妈赶走 其次孩子不管 丢了 再次拿刀砍你 一个这样的女人 你居然希望不要和她离婚 这不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吗 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你的父母 从你结婚 生了老大 一直到现在 他们把老大 帮助你抚养长大了 所以于儿子这个身份而言 你对父母有愧 子女 老大是儿子 老二是女儿 女儿现在身体状况还不大好 在这个家庭中 于父亲这个身份而言 你对子女有愧 第三 你的身份 丈夫 在这个家庭当中 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她觉得幸福吗 你给了她快乐吗 也许你的内心 对这个女人 也心存有愧 那么 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你真的是为了把这个女人 拖回到你的身边 仅仅是为了共同养育 你们两个共同生育的孩子 减轻你父母的负担和责任 还是说 你也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初衷 从自己开始改变 去调整你和你爱人的关系 从而使整个大家庭变得更加和谐一点 你的这个初衷 会直接决定了你老婆的选择 你老婆其实是心里有愧疚的 所以她会告诉你 我们还是要好好过 她同时也答应了你 她回到老家去 然后把两个孩子带好 那么到那个时候 她脾气一上来 跟你说 你得要先给我钱呢 你不给我钱的话 我回去拿什么养孩子呢 你当时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 你看你又来跟我谈钱 你明明是去带自己生的孩子 你竟然还要跟我谈钱 可是那个时候你忽略掉了的是 她的内心觉得这段婚姻 是她苦苦哀求来的 是她挽回来的 她的自尊已经扫地了 而这时候你还在用钱去拿捏她 你要知道孩子也许更需要的 是一个情绪比较趋于稳定 在情感上能够和父亲 相互沟通的一个母亲 也许这个才是孩子最为需要的 而要做到这一点 可能真的需要你付出更多的耐心 隐忍和包容 去对待你身边的这位女子 如果你今天做不到这一点 我建议好聚好散 因为与其把一个拒绝成长的 和你视为仇人的女人 拉回来去行使一个做保姆的责任 倒还不如放彼此自由 也许对孩子反而更好 一个人 特别是一个全职太太 在家庭当中要获得尊严地位 你必须得做到的就是 你对这个家庭有价值输出 如果没有价值输出 甚至是负面的价值输出的话 那么全职太太将会成为 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甚至自己危及自己的婚姻关系 健康 心理 各方面都会受到威胁 你丈夫希望你 第一 搞好跟婆媳之间的 婆媳关系 跟他的爸爸妈妈搞好关系 第二 把孩子带好 教育好 那么他全力以赴 到外面去闯天下 去赚钱 养家糊口 去还房贷 他的价值就在于赚钱 你的价值就在于安抚后方 而你第一 婆媳关系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个 孩子 儿子十岁了 那么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呢 跟你的亲密关系如何呢 然后女儿身体不行 但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特别是当你跟丈夫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把孩子一丢 你人跑掉了 你对家庭的贡献和家庭价值 慢慢地丧失了 你如何去 在你这个家庭当中 获得你应有的尊严和地位 你问清楚这个问题 你就能够知道你丈夫需要什么 你就知道如何去改善 跟你丈夫的关系 两个人过上很好的生活 段先生呢 你从开场到现在 如果按照你所表述的思维路径来看 你就是一个非常知性 冷静 讲理 办事到位的男人 按照你的讲述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人设 而且整场下来 没有任何愤怒 悲伤 一直都是慌慨的表情 那这么样一个男人 就这么简单的生活 怎么会过不好呢 是因为你整个表述的过程 都跳过了你的品质缺陷 说在孩子被托管所的老师打伤之后 但我老婆回来了 我没有怪她呀 我觉得不是她直接造成的 但她间接有责任 那为了孩子日子还得过嘛 那段先生得有多讲理哦 那那么讲理你们之间 还有什么是沟通不了的呢 秦女士她就会说 我回来之后 她是提出各种离婚诉求的呀 而直到我求她 这个婚才没理呀 那你为什么跳掉这一段呢 你为什么这么会断章取义呢 你为什么会把自己人设描述得这么冠冕堂皇呢 这就是你人格和品质短板的地方 被你给跳掉了 如果没有你的短板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和矛盾会有 但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糟糕 那么秦女士呢 以一种盲人的状态 一直在揣测 主观感受对方的心思 你不去观察 不去感知 活灵活现的 说出了他人心中的各种想法 让别人误以为你是耳聪目明 你婆婆跟你老公说 孩子今天有点拉肚子 其实你张口描述就说 我婆婆带着这种口气去跟我老公讲 我老公话都没说完 你自己也说的 我就说让你妈回老家 十岁的孩子不回到你们身边 你直接就回答 我觉得那是我公婆不让回来 这不是盲人的揣测吗 你们两个大人的问题 往不往后割 究竟怎么样 自己想 孩子的问题 今天一定要达成共识 调解员李津平认为 秦女士和段先生夫妇身上 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但是当务之急 是在他们女儿治疗的问题上 达成共识 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 观察员廖喜玉 首先想跟秦女士明确一个问题 这道婚姻你还想继续吗 想 那有些事情你就必须做调整 你愿意吗 愿意 你为什么愿意 想为了小孩儿吧 有个完整的家 秦女士意识到家庭和父母情感 对孩子的重要性 愿意主动做出调整 不管今后 从今天开始 夫妻两个人 是一定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的 做的有什么事要有商有量 我特别反对的你就是什么呢 你真的有一点脚板上插油 遇到问题你就逃避 第一 从今天开始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一定要负责任 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个状况 当求医的要求医 当吃药要吃药 夫妻同行才能起立断经 好吧 还有一个婆媳关系是要搞好的 她什么都听她骂的 人家在老家生活 你在城市里生活呀 这个能够影响到你什么呢 所以你把一些东西 归到婆婆身上 我觉得不公平 结束分居 不再逃避 主动承担责任 尊重老人 这几条都是秦女士 未来要调整的方向 她点头表示 同意廖喜玉的建议 此时段先生正在密室另一边 跟李小云探讨 女儿的问题如何解决 详细了解一下 你女儿的这个问题 就是她今年是六岁多 就是关于她这个感同失调的 这个结论是谁给她做的 体检了之后 发现我女儿就是说 沟通上有点问题嘛 所以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是让到县里边嘛 找那个医院 找一个专家去问一下 心里门诊 应该是 其实这个名词是我说的 这个结论是你给她下的 是吗 再带她去 再测译 这样的量表测诈 就是说白了 就叫做医学数据判定 而不是凭感觉数据判定 或者我们的这种 惯性思维去判定 原来是段先生自己 给女儿的病情下的结论 专业的事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明确病情 需要数据化的量表进行测定 那么段先生对于这段婚姻 是怎样的态度呢 廖锡玉同秦女士谈完后 带着秦女士的调整决心 他想和段先生聊一聊 你愿意做调整吗 我肯定愿意 好 我的问题是什么 以前可能是说 我把重心都放在工作上 嗯 可能家里面没有照顾到 或者是没有 去看对方的情绪啊 或者怎么样 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对对对 他要什么 你根本就从来没有记下心来 想他要什么 第二 对对对 不管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不用 武力解决 就是用沟通交流 就解决问题 第三 他就是说 等于做个全自太太嘛 管理好家务嘛 把后院管理好嘛 对对对 那你给多少钱 一个月 一个月两千 我那个房贷 一个月是六七千 然后 还有其他 你做生意 还要投资 还要干嘛的 段先生认识到自己在这段婚姻中的不足 愿意调整 他也深知 他和妻子之间 经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 他愿意主动 每月给妻子两千元 做日常生活开销 带着段先生的态度 廖喜玉 重新回到了秦女士的身边 他每个月就这样的 给两千块钱的 产品用药酱茶 比如说孩子感冒啊 比如说 或者孩子的学费啊 或者比如说你感冒啊 这所有的家庭后面的开销 全部由他来挣担 这两千块钱 他是说 每个月还要还 六千多块钱的那个是吧 没有六千多 五千多 五千多 还五千多 再给你两千多 这不就是一个月要八千吗 你要这样想一想 男人也不容易 秦月是会同意 两千元生活费的标准吗 今天 挑戒团队决定 给他们出具一份协议 具体内容会怎样呈现 稍后我们揭晓 密室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那两位当事人呢 自愿签署以下的协议 男方承诺 今后对女方给予更多的关心 真诚 有效沟通 主动调和婆媳矛盾 经济公开透明 每月给女方两千元 用于家庭生活买菜 日用品采购 二 女方承诺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再有过激行为 对婚姻和家庭保持责任感 不再随意离家出走 三 双方共同承诺 努力修复感情 同心协力 为女儿治病 给女儿营造一个 温馨幸福的成长环境 好 双方当事人 对这份协议有没有意义 同意 同意 如果没有的话就签字 以后我就说工作方面 要少投入一点 多投入家庭一点 然后沟通 做到有效沟通 把孩子带好 希望他能说到做到吧 你一定要记住了 夫妻之间 最后幸不幸福 出现多少问题 都是互动的结果 不是单于哪一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 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 问题才能被解决 不管两位之前 发生了多少矛盾 有多少不愉快的事情 希望二位能够品尝出 生活的好滋味 感谢感谢 实际上 是图通过孩子 去解决婚姻矛盾 是一种妄想 孩子不是婚姻的替罪羊 更不是婚姻的解药 夫妻之间出现问题 要共同面对 更要从自身出发 找到问题的癥结所在 夫妻自己 才是婚姻本身的解药 希望通过这次的调解 段先生和秦律师 都能认清这一点 才能为婚姻和未来 找到对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待